喜愛大巡寶家的觀眾粉絲們 我們有YouTube頻道囉 只要在YouTube搜尋 東風未知或是掃描下方的QR Code 就可以收到最快最新的節目內容 還有更多網路獨享的影片 方法也很簡單 只要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節目消息 也不要忘了分享給身邊的好朋友喔 來 再來看看這個 後面寫一個康熙六年 也是跳蚤市場嗎 跳蚤市場賣的 對 後來我再回來的時候 我就在電腦上再查一查 就是有這一支舞 他看得就很像 那那個時候 古銅舞 他就是手工的 對 他大概不會又說 成本價賣你吧 那個老闆 這個 他太... 這個老闆我也不太熟 不過開價也是 說貴不貴 是 說便宜 還是 就是跳蚤市場就是這樣 有時候你可以花了很少 很少錢 可以買到很豪的東西 但有時候不一定 但是我這個 看起來就是它是 成就手工的 手工的東西 這個到你說康熙六年 這到現在我算起來三百多年 有可能 媽的耶 是啊 但是沒有就回來 電腦去查一下 有看到類似的 電腦上就有一次一支舞 好 那老闆邁您多少錢 成交這樣 我要買就是 那其實大概是 五千多塊吧 五千多塊 可以買到康熙六年茶壺 那五千多塊 我說這買錢也... 有一點不安 我說 說貴 也是很貴 買一個浪漫 不是 你如果真的買到一個 康熙六年的茶壺的話 但是真的 不得了 真的是 有這個年代的話 那是簡直是太便宜了 是啊 所以就是看 到底是不是真的老店 我們現在來評估一下 我也說這個 人生也是 好像就是獨 就獨了 獨不獨 來看看 買貴也沒關係 好像是一體成型的似的 因為剛剛看已經開蓋看 就偷偷學了幾週 好像是一體成型 尤其它那個圖案 是 很古圖啊 就是一模一樣 好 就是有這一支頭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老店 我們見價一下 來 請 請見價 八千元 還好 沒了解耶 對啊 可是就不是老店囉 這個價格 那這件是有年代啦 有年代 但是它不一定是康熙六年的 它是大概民國時候做的 民國時候做的東西 我說就是 如果是真的老店的話 可能就是 農不到我買 它也是老啦 但是它是民國時期的東西 就是不是康熙啦 還是夠啦 康熙距離現在也 大概四百年了 所以那個上面 我查起來那是三百多年 對 將近四百年了 對 沒關係 好 既然您都是買自己喜歡的 然後價錢 也沒有讓您賠錢 我覺得這還滿難得的 對不對 不必要年年 挺好的 我覺得活到七十幾歲 看到喜歡的東西 我覺得是在您的經濟能力許可 我覺得買有何不可 因為是這樣 欣賞嘛 對不對 我現在也沒什麼收入啦 但是我老婆是做住住餐 她是做出的 她喜歡的 她做吃的 也七十幾歲了 您發明東西 天作之合 但是我老婆說 你乾脆你不要做啦 你發明的都是 都是虧本 要錢啦 要錢啦 我說我剛才都給你料理啦 我想說 嫁發明東西應該是不錯啊 家裡可能很多東西 都是你的想法啊 那是你賣的比較難 賣的也是一個賣的 賣的也是一個賣的 所以太太當初是 沒有很看好 不過我太太是很協會啦 我... 借著這個節目感謝太太 謝謝 我太太 老婆謝謝你 我老婆很少我 真的 因為他尤其是去年開刀 他就看了我就是 你不要做我都那麼累 真的 現在是他養我 他做住住餐 那我們叫你做 在 你這個是在 電腦上面說 迷你小食 這四個字插起來 就一大堆 對 他做了這東西 他喜歡做這個烹飪 還有我們製作團的生意 就是泥壽 我們製作團就是 聽說那個肉掌啊 藕櫃很出名的 肉掌以前那個 什麼菜味 阿西啦 那個阿嬌啦 西田他們啦 肉掌啦 這就是以前那個 採訪是不是 市長 台中市長 做得很順利 就對了 可以一起我們照相 你看看 所以說我們 尤其他有些 現在做一些是說 藕櫃 那個台中一家 這個龍寶建設 他一買就是幾百個 所以你看看 發明家的背後 在他 尤其他賣出 買回去送給別人 別人又回來再買 對不對 所以我老婆就是這樣 發明家的背後 都有一個閒內住啦 對不對 支撐你 繼續走的條路 我就是 人家說 你真的查到好我老婆 我說 過癮沒差啦 對不對 台灣話 台灣說 你又負責你又沒責責 不然你沒責責責 又負責你又沒責責責 這樣 來... 這是連閒內住這樣 太棒了 太棒了 真的很棒 而且你看支持老公 這一條發明的路 老公買東西開心 他還鼓勵你 還鼓勵你說要買喔 買了開心喔 對不對 他叫我不要再搞什麼 搞什麼 做什麼 我男兒我 要開刀以前 那天我準備做一個發明 我這個水粒發明 是 我有聽說 水抽發電 現在還要走嗎 水抽發電 因為台灣很缺陷 但是在我 我說 因為我 故鄉是在南轍 像梨子鄉嘛 梨子鄉那裡有一個 叫向電郡 那是熱蘭的水源 那一年到頭的差不多水很大 它是上游是那個五階 五階海 五階海有個水庫 流下來 那海拔是差不多五百公尺來 所以他想要發明一個 用水來發電 對不對 差不多八年前 我就想到 從小也沒想過 我發明那麼多東西 那個 那個竟然為什麼來 不來做一個水利發電 所以他很多在想法 黃先生 您真的是 憂國憂民 沒關係有沒有 那是過去式啦 說到發明 他應該真的可以三天三夜 您是 您很要跟他好好請議一下 憂國憂民